大家好 轉身史萊姆合作來到中段 同時我也收到不少觀眾的來信 讓我現在解答一下大家的疑問 有觀眾問抽低一轉 但只有一張大獎 究竟應不應該救的熔練呢? 答案是一定要 因為如果想免費得到全齊掌暴風龍 一定要集齊21隻合作角色 當中包括熔練前和後的尼姆路 就這條問題向客服查詢國之後 他們回覆說我們只需要開過圖鑑就可以了 換句話說 合作完結之前把尼姆路熔練就符合獲取的條件 而另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熔練之後沒辦法退回 那我們要不需要再抽一張呢? 熔練前雖然有吞併再爆發護盾等等不錯的設計 但如果已經有客家家 又或者比較少儲值的前提下 個人意見是不需要再抽 總觀最近的三大合作 官方似乎想我們每次都抽兩轉 而自家的卡片 也偏向抽滿整個系列才有完整強度 究竟我們屯石的速度追不追得上耗石的節奏呢? 如果沒有儲值 同時沒有錯過獲得任何魔法石的途徑之下 我實測過如果近期四個月之內沒有抽卡 能夠儲大約五百粒魔法石 而在這四個月推出的新系列就已經有三個 如果每套都抽一轉保底的話 剛剛好就抽不到今次的轉身史萊姆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沒有路多過三隻的話 應該熔練多少隻呢? 我覺得魔王兩隻就已經很足夠了 無論如何 今次的合作做得真的不錯 抽多少轉都不會虧 大家開心玩就好